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也是十分的强 说是一天 女娃又游泳去了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海上突然起了一阵狂风 浪头是一个比一个大 女娃就死在这茫茫大海之中 女娃死后 她的元神化作一种小鸟 这种鸟 花脑袋 白嘴壳 红脚爪 发出了精卫 精卫的叫声 那时的人们被叫这种鸟为 精卫鸟 精卫鸟十分痛恨无情的大海 断送自己年轻的性命 她就发誓要报仇雪恨 她到我们的西山 剪了一块小石头啊 小树枝啊 就往东海里面扔 她这么做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这个大海填平 避免以后有人到此游泳 再被淹死 精卫鸟 天天咸树枝 咸石头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最后 东海没有被停平 精卫鸟也累死在这东海的沙滩上 精卫鸟 欠而不舍的精神 善良的愿望 宏伟的志向 受到当时人们的尊敬 近代诗人陶渊明 曾在诗中写道 精卫 贤为牧 将以天沧海 再让精卫鸟敢于向大海抗争的 悲壮战斗精神 后人 也以精卫填海 比喻知识人人 从事兼具卓越的事业 这一集的大话声语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